前两天台铁的新四强号在花莲遇上了土石流 而暂停在C道里头 许多乘客被紧急疏散 当时坐在列车上有一位花莲慈祭医院的专科护理师 叫做简小婷 他坦诚意外发生时自己相当忐忑 但是很快地发现许多乘客受伤了 他立刻冷静下来 发挥良能替患者爆炸伤口 回想事故发生过程 简小婷心有余悸 第一时间是跟妈妈报平安 我就跟他说就是翻车 其实是蛮害怕的也蛮紧张的 因为其实之前在电视上都有看到什么 弱死或是出轨或是甚至翻车 可是我都没有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 往那个方向往前 短短十几分钟的泥泞铁道路 感觉特别漫长 走上接驳车却发现不少人有擦伤死裂伤 小婷二话不说 协助紧急救护员处理伤患 伤势最重的就是火车驾驶 然后那时候的伤是很大片的撕裂伤 然后有在滴血 然后手镯那边有明显的肿胀 跟变形的状况 伤患陆续送来医院急诊 辞职之工 抚慰关怀 好 慢慢来 做啊 勇敢 这是我的工作 经过紧急手术驾驶的状况 恢复平稳 这是一个很好的 好 感谢 一个很好的 好 赞 曾在加护病房工作 目前担任眼科专师 搭这一班车 十多年来第一次遇到事故 但小婷已身为护理师为傲 我觉得死命克服那个害怕吧 对啊 我觉得就是以救人为第一优先啊 然后使出就是我的本能这样子 或是我的技术 对啊 去救大家 他就是特别转告说真的很感恩你 对啊 还有大家的帮忙 那这个是我们金色师傅跟上人的一个小小慰问 好 好 好 谢谢 我们特别帮你选你们可能比较爱吃的 好 好 小孩子饼干啊 好 之类的 好 好 谢谢 有能力的人发挥良能 帮助一时受困的人 度过无常之苦 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导